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自己其实是当了母亲之后 才知道养育孩子 绝对是一个学习的旅程 而很多的媒体已经书籍 经常着重于母亲跟子女的关系 那么父亲经常性是扮演比较支持的角色 但是这本新书父亲最荣耀的名字 对于现今男人普遍忽视父亲角色的课题 做出了探讨 希望能够对于当爸爸的人 或是想和父亲重新建立感情的孩子们 有所启发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 父亲最荣耀的名字的作者 奢亚洪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探讨父与子的关系 奢亚洪博士您好 你好 那么这本新书 这个父亲最荣耀的名字 其实里面有很多 你个人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经历 但是也有很多是你 对于这个社会现象的一些观察 所融合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么我很建议 就是大家都应该拿起来 念一念 但是其实很多父亲 他们扮演的都是比较威严的角色 比较多一点 比较强壮的这个角色 在家庭里面 所以很习惯就是孩子会依赖他们 但是怎么样父亲可以去学习 信任孩子 让孩子去放手去做 对您来说 这点是不是蛮困难的 这个是医生要学的功课 是的 当然对我来讲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个 因为我有机会比较早稍微知道一点 也在这个情况的里面 因为信任的本身是从你对孩子不断的一个教导培育的过程里面所累积的 意思就是说你能够信得了说我自己今天我教养了我的孩子 他真的能够自己去面对他的人生 那这个当然就是成为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 那我对我个人来讲的这个学习过程中间经常是有挣扎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面对我的孩子 没有人是的 那我到底怎么样的教导会是最有效的帮助他 所以这里面牵涉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一个真正的核心的价值 对人生的态度 所以今天信任的一个原因是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做他自己正确的判断 因为他能够做这个准确的判断的时候呢 父亲当然我想他就放心很多 因为我觉得这对于孩子信任其实有时候是对你自己的信任 你有没有信任你自己做好了一个做为父亲或是母亲的这个角色 但是说起来容易啦 但做起来真的是很难 尤其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 所以我可以了解 但是父亲这个角色其实是更强壮 有时候要让孩子放手是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那这是其中一个做父亲的一个挑战 那你觉得在这个现代社会啊 其实很多父亲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最关键的我想就是在他的事业跟家庭的平衡上面 因为你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说他27岁或者28岁有了孩子 那他的事业的顶绷大概到50岁 那他当他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四十几岁50岁这个顶绷的时候呢 他需要最多的投入在他的工作里面 可是他的孩子正好是在接近所谓的teenager的阶段 需要辅佐的时候 那你可以知道这个的冲突跟矛盾 没错 往往就成为他很困难 那如果说他今天没有正视于他这个副职的重要的话 他很容易就忽视掉 或者说他会默示 所以您觉得这个父亲的这个关键时期在哪里呢 我是就很好奇就是说 您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就是质量就比质就比量来了重要了 父亲必须要去打拼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 那到底关键时期在孩子身边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 因为一个孩子到了15岁以后 父母亲在他的身上面的影响的那种的程度 这是巨简啦 OK 没错 就是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从外在的环境 特别是他的朋友 他的同学 老师的话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是那么强有效了 那所以在基本上我个人就觉得 一个父亲在他小学进入小学到他念这个进入所谓的high school这段时间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 没错 但这个时间也就是他最忙的时间 没错 所以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说你怎么样去平衡 是的 在这工作上的角色 跟你在家里面当中这个非常举足群众的角色 说了 那对于教友们跟你分享的一些经验 有没有什么样子类似一些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我想往往就是在附近的角色的缺乏上面 所带来的影响是最明显的 就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 那因为我们也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维护本身是需要学的 是没错 完全同意 所以他如果自己没有去刻意的想到说他应该去学习怎么做父亲的话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那在这样的状态的中间所出现的就是孩子们 或者说因为父亲的缺席 或者说父亲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过度的管教 所以他所产生的那种的叛逆 那种的背离的那种的情况 往往是家庭里面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那父亲常常到后来后悔 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跟他距离这么远 那孩子也不会靠近他了 这种的情况往往就是一个最难的事情 没错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告诉就是所有的父亲 不管是你有什么 不管是什么阶段 也许是将来会成为父亲 或者说渴望成为父亲的人 真的要找时间好好的沉淀一下 您希望成为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父亲 就像您说的 有时候这个一家之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应该是来学习的 所以这本书会是大家一个很好的课题 可以大家好好的来看一看 省思一下 今天非常谢谢社博士 谢谢您给我们这么多的提点 那么也希望大家天下的父亲 能够好好的想一想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父亲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网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